马来西亚慈祭人邀请印度裔民众欢度图腰节 现场提供了精致的餐点 经济补助 健康检查服务 与生活用品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温暖 恭敬在佛堂礼拜 有的人若有所思 有的人难难自语 这是马来西亚慈祭之功 为了庆祝印度裔民众的图腰节 邀请他们来槟城进司堂的第一站 都很发誓他们还流下眼泪来 所以我觉得佛堂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沉淀心灵 然后找到心灵和那一份发誓的地方 受邀来过节的印度裔民众 很多都是经济弱势 慈祭人先以精致的餐点款待 另外还提供一些经济上的补助 健康检查服务 以及生活用品给他们 希望在年度重大节庆之余 他们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大约新闻马来西亚报导 感谢观看